20 20 你還可以捐很久 謝謝你 謝謝 台北市長蔣萬與台北市議會議長戴希青 紛紛向這位捐血民眾表達感謝 這是他第一次捐血 直言剛開始有點緊張 其實剛開始有點緊張 然後突然發現什麼事都沒發現 就好像也不用緊張 所以以後會成為固定捐血的場合 也要先看這個血能不能用 因為第一次捐嘛 所以後續再看人捐的話再捐 世界捐血人日前夕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與台北捐血中心等單位合作 在台北市政府西大門設立行動捐血車發起捐血活動 有定期捐血習慣的蔣萬與戴希青 共同呼籲市府同仁與市民一起發揮愛心 晚秀兼熱血救人 雖然醫療技術不斷進步 但是血液是無法替代的 所以我們很需要大家能夠健康狀況良好 都能夠來捐血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我想這句話大家耳熟能詳朗朗上口 但是我來之前特別看一下 目前的血液庫存量 7天以上是正常 但目前好像4個血型 大概是4到7天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很需要大家一起來響應 特別暑假馬上到了 暑假期間其實 往往有時候突發事件 我們就會很需要相關的血液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大家捲起袖子一起響應 事實上在這個會期 我們4月12號開議當天 我們在市議會大平口有辦了一個捐血的活動 那當時我知道市政府本身就有一個捐血的地方 但那個地方除了市府同仁之外 恐怕外界比較不知道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宣導 能夠提倡我們的市民朋友們 大家踴躍來捐血 剛剛主任也特別提到 我們現在捐血中心長期處在一個比較缺血的狀況 而且安全存量也不太足夠 所以希望只要你符合捐血條件的好朋友們 包括已經年滿16歲 17歲就可以捐血了對不對 年滿17歲的同學們其實也可以捐血 所以我們也鼓勵大家 踴躍來參加這樣一個固定捐血的活動 來讓我們有需要的這些病患或需要輸血的朋友們 都能夠在不愉快的情況之下 能夠照顧好自己的健康 台北捐血中心主任林敏昌表示 目前血庫的安全庫存量 除了B型以外都剩不到6天 主要和近期天氣不穩定 加上下週還有端午連假 都會造成捐血量下降 因為其實用血量還滿大的 單單就全省來講 我們一天需要的安全庫存 一天量大概就要6000袋 那以台北我們負責的是北北基宜花 一天使用量要到達大概2000袋 那通常我們有定一個安全庫存 那7天是我們覺得比較安全的 就是說不用緊張 所以通常如果遇到一些長假 我們都會把這個庫存 希望能夠拉高 對就像比如說像過年前後 這段期間因為那個假日特別長 或是像即將來臨的這個端午節 一下就4天還有未來還有像那個暑假 暑假的時候也很多人可能都有計畫 像學生不管學生家長都打算要出國 或是甚至旅遊之類的 那通常可能就比較少時間來參加這個捐血量列 這個是我們比較擔心 捐血中心方面強調 年滿17歲即可捐血 不過近年24歲以下年輕人的 捐血力卻不斷下滑 因此將加強校園宣導活動 鼓勵更多年輕人加入 養成定期堅血的好習慣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捐血一帶生命有愛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